《奧斯卡金像獎》 《藝術度不夠靠票房同樣可獲獎》 《奧斯卡金像獎》一向表彰有格調和藝術價值的電影 不過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 就宣布將會對奧斯卡進行調整 第一點就是會增加一個獎項被票房賣的電影 另外頒獎禮也會縮短到3小時的電視直播 而且還會提早幾乎一個月 第九十一屆頒獎禮終於明年2月9日舉行 2018年票房大賣的電影有萬威的《Black Panther》 是今年目前票房最高的電影 不過評委就沒有說明評獎的標準是什麼 今年的奧斯卡收視率只有18.9% 比起去年的22.4%大跌3.5% 所以這個舉措被認為是為了吸引更多人關注 在過去5年裡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獎項的 每一部電影票房超過1億 雖然2016年大熱的電影《La La Land》 全球票房高達4億4千多萬 不過就在一班最佳電影獎的時候就擺了烏龍 最後最佳電影得主是《Moonlight》 之前獲得最佳電影大獎 亦都在票房大賣的電影 在魔界王者歸來和1997年的鐵達尼號 天海維持記者 梁力達報到